拜託台北市民 每個禮拜去市場兩次就好 去採買兩次就好 減少外出的機會 在這個原則之下 我們先讓他跑一個禮拜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 當然我們會有新的方式來管理 這一兩個禮拜來的觀察 發現他有個特色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加護傳染很明顯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 我們目前確診者 會交由這個十二行政局的健康服務中心 去做疫調跟追蹤 以後我們現在一個新的政策是 就要一人中標全家篩檢 如果到市集的話 他的項目相當多 第一沒有必要不准外出 這個停班停課 事實上更嚴重的是停工 所有的聚會也活動到停職 快篩陽性的全部要移到一個地方其中 台北市可以做這種大型的這種 所容所的 從這個小巨蛋 和平籃球館 內湖 網球館 還有信義的這個國際 會展中心 你知道還有南港的國際會展中心 這些場館我們也會 會做一些 計畫書 算 Es it maybe時候 我們找到決定的 在北市 新聞 稍後 公語 還是 還有 應該 大概 我 想 實工 當 新 葉 你 感谢观看